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學長的咖啡沖煮攻略 那我們平常都跟大家聊手沖啊 掃用這些精品咖啡的相關器材 但今天學長要來跟大家示範一個 最近很紅的一個很有趣的飲料 叫做四百式咖啡 我記得四百式咖啡呢 嚴格說起來並不算精品咖啡的範疇 它就是利用吉隆咖啡 然後利用砂糖 還有牛奶做成的一種有點像是 鮮奶油咖啡鮮奶油一般的口感的一種飲品 其實蠻好喝的啦 我學長可以跟大家講其實它 鼻香中的好喝 製作的過程呢其實也不算太複雜 但是呢原則上可以分為兩大類 一個就是用這個 用手打 另外一種是用機器打的 學長今天兩個都會示範 順便來證實一下是不是真的要打四百次 然後第二種呢是我兩次一次會做原始版本的 就是它很單純使用吉隆咖啡 第二種呢我會使用增加了吉隆咖啡元素的版本 所以就是會增加咖啡粉 下去一起去拌攪 所以喝起來會比原本的版本更有深度 所以兩種 那我們事不宜師馬上開始今天四百次咖啡的示範 那我們剛開始呢 集中咖啡 然後我們先用湯匙 其實比例上面很簡單就是 集中咖啡糖跟溫水一比一比一 但是湯不要太少 所以我們今天用這個 用這個豆匙來量 兩大匙 好 可以準備一個鋼盆或是玻璃盆 你就是可以用這個打蛋器來打發 沒有問題的東西就可以了 好 那我們先做兩湯匙 好 吉隆咖啡就是都可以啦 市面上有販售的吉隆咖啡都可以 好 兩湯匙 好 然後呢 砂糖 也是兩湯匙一樣一比一 兩湯匙 一比一齁 然後最後呢 溫水也是兩湯匙 那溫水呢 你就 六七十度都沒有關係啦 沒有壓壓很大 兩湯匙 好這樣就完成了我們的前置作業 如果你沒有 電動攪拌器的話 用這個 打蛋器 怎麼把它打發 OK 那剛開始呢 一樣先把這些 先 攪拌均勻 讓它 吉隆咖啡跟砂糖 能夠充分的 濃到水裡面 如果有一點點沒有吃到的話 可以用那個 用這個刮灑 稍微刮一下 你有刮灑用一般的湯匙也可以 其實都 這個不是很重點 就是讓 好 好 好 這樣 都攪拌均勻 就開始打 然後盡量把空氣打進去 可以看到 空氣其實很快就會 進去了 這個動作大概要持續 三四分鐘 然後 打到什麼程度呢 它完全變成有點像是鮮奶油的質感 那你這樣子撈起來的時候呢 就不會水水的 會變成有點膏狀 不會掉下來的位置 你看很快它就會 聞起來 這個UCC的吉隆咖啡 加糖跟熱水 聞起來有點像是煙燻培根的味道 其實蠻有趣的 其實蠻有趣的 可以看到 現在已經慢慢的 它的稠度越來越 有點稠了 但是還沒 這還不夠 我們要繼續打 讓它更稠一點 用手打有點累 好看一下 現在已經有一點點 比較硬一點 但是還沒 這樣 還是會 還是比較 液態的 所以我們還要繼續打 休息一下 累了 快要好了 這樣子你可以看到 已經濃稠很多了 可以再最後一下 打到後面的時候 感覺起來就是那個 它已經流動的感覺 已經沒那麼流動了 有點像慕斯一樣 的狀況 其實就差不多了 OK 好可以看到嗎 現在 已經有點像是慕斯狀了 這樣子吃起來的口感 就會滑潤一點 這種也可以 如果你想要再打 再發一點點 就是更硬態一點點 也是可以的 都可以 好 那我們這次呢就先打 比較滑順一點 就是在這種狀態 有點像慕斯的感覺 會滑順的 會滑順的 我們隨便開始裝 加牛奶 剛開始我們先加一點冰塊 不用太多啦 主要就是讓你的那個 慕斯的表現 比較漂亮 然後加牛奶 打到我手都亂了 好然後加牛奶 就要大概八分滿 不要 牛奶不要太少 太少的話 喝起來會有點偏甜 OK 然後用刮掃 可以看到現在呢 稍微 它又硬了一點點 硬了一點點 好 然後呢我們就 鋪到我們的 你看到慕斯的狀態很舒服 好差不多快滿的時候 準備要熟囉 會滿出來 OK 好 切一下 OK 然後呢稍微 搖晃一下 讓它的 全部吃飽 看到了嗎 這樣就 完成了 OK 所以很簡單我們來喝一下 其實就是 咖啡的香氣還是 很 很濃的 然後分層也很漂亮 好我們來喝喝看 然後上半層就是 不會很濃烈 不會很苦的 是比較甜的 然後咖啡香氣 的慕斯 然後下面是牛奶 所以其實喝起來滿好喝的 OK 那我們剛剛示範了 用手打的 然後經典款的 400匙咖啡 那我們接下來要做的是 用機器做 機器做就會輕鬆很多 不用像學長剛剛打個半匙很累 那打了五六分鐘 還滿累的 然後呢 我們今天會 做精品咖啡的版本 就是我們最後呢 要增加一點精品咖啡的元素 OK 那前半部分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直接來做 好 一樣 幾個咖啡 OK 兩個湯匙 好 兩個湯匙 這比例基本上都會成功啦 滿簡單的 OK 刮掃可以先稍微拌一下 因為我們待會兒要用那個電動 電動 攪拌棒 攪拌機 好 稍微拌一下 讓它融一下 刮乾機 OK 好 那我們 準備好了齁 先放上去再打齁 好 準備 開機 這就很快了齁 大概三分鐘左右就搞定了 然後一樣齁 讓它均勻的 搭泡 掛一下 好 來 好 好 那電動 攪拌器呢 就 除了很輕鬆之外啦 就是它的大微慕士會 稍微再硬一點點 所以在口感會更厚實一點 但發泡量呢會比手打的膨脹很多啦 因為他畢竟是電動的 輕鬆很多而且發泡量會大很多 打到呢已經有一點點覺得像是膏狀了 可以看到現在他已經有點黏黏的嘛對不對 已經有點膏狀像是花生醬那種感覺 這個時候我們先讓他休息一下 然後我們要準備兩公克左右的咖啡豆 兩公克大概就是六七顆啦 兩公克左右的咖啡豆 然後最好是選擇果酸比較強一點點 比如說椰加這種類型的咖啡豆 然後研磨度呢磨比較細 一般來說磨二到三之間 把大部分的咖啡粉留一點點就好了 留一點點倒進去 倒到我們的慕斯裡面 留一點點就好了 留最後一小撮 OK好 然後呢我們繼續打 可以看到咖啡粉進去了 然後呢我們繼續開機 繼續打 讓我們的咖啡粉均勻的 跟我們的這個 慕斯醬 可以攪拌均勻 待會喝的時候呢 就會有一點點咖啡粉的口感 有點像在吃 巧克力餅乾 所以其實口感蠻好的齁 加兩公克到三公克都沒關係 看你自己喜歡啦齁 然後整個風味會有很大的差異性 你可以看到我的慕斯上面有一些 黑黑點點嘛對不對 就代表說 咖啡粉在裡面呢 所以好 差不多了齁 大概再打 30秒到1分鐘 加進去再打30秒到1分鐘 那我們的慕斯就完成了 好 完成的時候要記得喔 小心一點 不要再脫 OK 完成 好完成 先加冰塊 然後一樣加牛奶 加到8分滿 OK 然後慕斯呢一樣用刮勺 把你的慕斯呢 脆順的 刮到我們的牛奶上面 好可以看到齁 我們用機器打的 它的 就會比較 再硬一點點 你也可以打 時間打短一點點 它還是會像剛剛手打的比較滑順 OK好 做到滿杯 好 OK好 滿杯了 斷一下齁 好 要敲一下 轉一轉 好 好 最後呢我們剛剛還有一點點 我們剩下的咖啡粉 稍微 拍到表面上 再加一點 香氣 OK 完成 這樣子 就是 精品咖啡 版本 我加了 兩公克左右的爺爺家的咖啡粉 香氣的表現 因為 會跟原本的差非常多 現在就是有一點點花香的調性 就不會除了剛剛是機種咖啡的咖啡香之外 還更多了一些層次感 所以 是不是很非常的迷人 原本就喝起來只有甜甜的香香的味道 現在更多一點點水果的酸味 嗯 說真的 非常比較喜歡這個 因為 除了原本的精品咖啡的味道之外 更多一些層次感 真的是 蠻好喝的齁 而且用機器打還 比較累 OK 好那今天 400次咖啡的 沖煮公約 就在 到這邊結束囉 如果各位喜歡 嘗試新鮮的碗葉的話 可以來玩玩看囉 OK 那就這樣子 謝謝大家 掰掰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